今天是中華民國105年的元旦 三黨總統候選人各自就跑到了不同地方 參加升旗典禮相互較勁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跟馬英九總統 一起參與府前的升旗典禮 而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到桃園 親民黨總統候選人宋楚瑜 則是參加台北市的升旗典禮 朱立倫高婉倩 情侶裝配國旗圍巾 2016迎曙光 朱氏夫妻不忘曬恩愛 因為總統大選只剩10多天 打夫人牌才能幫忙拉票 今天天氣有點涼啊 那我們就覺得這些蠻適合的 講好就是了 太太選的 很有默契 雲南升旗典禮 馬無珠王全都來 藍營依舊在總統府前舉行 天王相互取暖 而綠營在九合一後 執政縣市大倍增 蔡英文則是前進桃園 出席升旗典禮 上次國歌沒唱完整的 震迴 三民主義沒唱完全 無黨所踪更直接跳過 身為總統候選人 是不是未來唱國歌 蔡英文都要固定漏資 要唱國歌到固定漏 你要進一句嗎 唱國歌就是唱國歌嘛 雲南升旗 藍綠各居一方 親民黨總統候選人宋楚瑜 則是緊跟著非藍非綠的柯文哲 出席河濱音樂會 還來一段即興演出 我將來我也會講話 你看看我好不好 請大家看 我一定被大家來找一個 未來台灣最好的前途 2016馬上將迎接總統大選 元旦升旗 藍營固守總統府前廣場 綠營前進綠色執政縣市 橘色力量則看準 首都市長光環 為選情各自加穩 元TV綜合報導